在装修卫生间的时候 很多人都希望把马桶换成新的 或者把旧的马桶翻新一下 把零件换成新的 这样做都没什么问题 因为它的基本尺寸 接口都是标准的 一步一步去做就可以了 在装马桶之前 应该是这个状态 法兰盘已经装好了 或者是这个状态 法兰盘还没装 但下手口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就是装马桶的 法兰和下水管 当然这只是个演示 法兰还没有粘上 这要等地面完全做完了以后 才能把法兰和下水管完全粘死 这个是个旧的卫生间 管子已经全部粘好了 所以换了地面以后 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个新做的卫生间 下水口已经准备好了 地面铺好了以后 再粘法兰 在买法兰盘的时候 要注意管子的直径 这个管子如果是三寸的下水管 那么买的这个法兰呢 应该套在这个外边 当然也有一种是放在里边的 那么就把管径缩得很小 不太好 还有一种情况是 这个地方可能是个街头 也可能是个弯头 那么它的内径 是三寸 买了的法兰呢 是放在它的里边 所以买法兰的时候呢 要注意这个法兰的直径 要注意这个管子的直径 不要买错了 把法兰和管子 粘好了以后 要把这个法兰盘固定在地板上 否则的话 它会这样动 这法兰盘上一圈有六个孔 找合适的 用摩罗斯 把它拧在木板上 如果这个瓷砖铺的太里边了 你要用冲击钻 给这个地方钻个孔 让木洛斯能下来 或者把它敲掉 然后用粗一点的木洛斯 把它拧在这个地板上 如果这个法兰不固定 这个马桶底座上又不抹胶 那么它会这样来回的动 时间长了可能要漏水 固定马桶就需要这样几个零件 这是一套 但也可以单着买 先把螺栓竖起来 这两个螺栓要在孔的中心线上 然后把腊圈放好 腊圈里边有一个塑料碗 马桶的下水口正好坐在上面 这样就保证了 马桶和法兰是对正的 两个固定螺栓因为都在中心线上 所以正好就从孔里穿出来了 这时候就要使劲万亚压马桶 因为腊圈很高 使劲万亚压一直压到底 把螺栓扶正 然后按照要求把垫片都套上 把螺母拧上 在拧紧螺母的同时 要用蝎子调整马桶的水平 调整好了以后 再把螺母完全拧紧 这时候还要前后左右都要按一按 马桶不能有任何晃动 这些都做完了以后 就要把螺栓去短 然后把帽盖上 上水管这个地方 可以买这样一个盖板 把它掰开 卡进去 盖好就可以了 马桶底下还要抹一圈胶 一少看 另外马桶这样做也稳当 如果水箱和底座是一体的 现在接好上水就算完成了 但如果不是整体的 是分开两件 那一定按照说明书 一步一步的把它装正确 我见过很多漏水的 都是因为安装不正确造成的 马桶的结构是这样 这个是水箱 这个是底座 固定在法栏上 中间有个皮碗 水箱就坐在这个皮碗上 水就从这流下来 这黑的就是那个皮碗 水箱是坐在上面的 然后用两个螺栓连接上 其实水箱并不粉丹 可以微微的晃动 它们是靠两个螺栓连接的 这两个螺栓是黄铜的 防止生锈 我见过很多水箱是这样装的 这个地方放个胶垫 然后把螺栓 这样穿进去 加个金属垫 把螺帽上上 问题在哪呢 这螺母不能上得太紧 如果拧得太紧 这个水箱就容易拉裂了 或者把底座拉裂了 所以一定不能上得太紧 不能使劲 但是这个胶垫呢 时间长了以后 它会老化 而且水箱是晃动的 时间长了以后 就从这渗水了 还不知道从哪出的水 我修过一个最厉害的 就是把后边墙全泡烂了 地角全泡烂了 都得要重换 这个得亏是在地下室 如果是楼上 那楼下的天花板 墙全得泡烂了 都得换 这个螺杆 不能直接插进来 在这个地方 要加一个螺母 把它拧紧 把这个螺栓 固定在这个tank上 水箱上 然后再插进来 具体做法是这样 这个是水箱 底座 这是中间的皮板 先上一个胶皮垫 然后把螺栓插进来 上个螺母 把它拧紧 然后再插在底座里 这个地方上个螺母 不要拧得太紧了 一定要把这个螺母拧紧 不能漏水 那边也是一样的 这就是那一套螺栓 每个零件都是有用的 你不能装完了马桶以后 多出两个垫片和螺母 那就不对了 上面是固定水箱的 下面是固定底座的 就像这样 这两个螺栓 一定要上螺母 把它拧紧 不能漏水 然后再插在底座上 把底下两个圆毛螺丝 用手拧紧就可以了 最后把底下的上水管拧上 马桶就算装完了 请不吝点赚